花莲地方创生年会28号在汉平酒店举行 花莲县府邀请了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董事长陈美玲 愉悦天地乡镇应援团执行长和立德 国海院私测会和花莲在地的青年团队共同交流 让花莲在地团队串联在一起 期盼一起共创多元价值 共资永续经营 找寻花莲未来创生的策略 花莲地方创生会28号在汉平酒店盛达登场 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董事长徐美玲亲自主持 并表示在疫情之前 台湾创生产业可以说是相当活络 不过疫情续缓之后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了 尤其疫情期间 大家开始习惯使用数位模式来生活 全世界的人口其实还在增加当中 全世界的现在的面对人口里面 比较大的问题是有些国家的人口在少 可是有一些地方还在多 可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而以台湾来讲 我们是倒是我们已经到了人口断来的这个阶段 所以非常时期是不是要有一些非常手段 来解决台湾人口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数位的转型 这个疫情告诉我们数位化 数位转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 在这一两年内 他们的数位转型的速度 是高于过去的十年的速度 所以台湾我们自称为我们是ICT的王国 我们是半导体的大王国 可是我们的数位转型做到了吗 我们太多的中小企业能不能赶得上 地方创生怎么样在这一波里面 科技的导入数位转型能够占到我们的所谓的利益 许美林表示当创生伙伴从各自生存开始集结 人和地方产生连结 公司部门协力共好 政策内涵能够达到均衡成乡 让企业投资故乡 透过连结来促使地方创生事业共好 透过地方创生实践者展示他们参与行动的成果 跨学科、跨部门的地方创生计划 以及事业提案有所贡献 也为今次后代的地方发展带来真正的改变 谢谢观看